说起病焦一词 相信了解的大家都能想到不同的角色 虽然动漫里的病焦会被人喜欢 但如果这种角色出现在三次元底 恐怕大家早就光速逃跑了 什么你说你才不怕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电影 茶楼今日推出冰爽红茶 各位走过路过别错过 夺命之爱即将开讲 布兰特原本有个幸福的家人 但是半年前他和父亲看车出门 那路上突然遇到一个不知从哪钻出的男人 布兰特下个猛打方向盘 汽车直接撞上路边的大树 父亲不幸离世 布兰特因此一蹶不振 眼神中也没有昔日的朝气和光芒 布兰特浑浑噩噩的过了半年 依旧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 他开始自暴自弃 好在女友和妈妈都没有放弃他 今晚学校举行了舞会 每个人都需要寻找自己的舞伴 朋友小胖看上了一个女孩 而且对方十分给面子 答应了小胖的邀请 正在朋友欢呼雀跃时 劳拉气生生地邀请布兰特 但布兰特已经有女友 自然不能答应劳拉 他想都没想就拒绝女孩 然后忙着去找女友约会 两人躲在车里打得火热 根本没发现 劳拉就在窗外偷看 结束亲热后 女友将布兰特送回家 临走前 男孩告诉了女友 刚才在学校里被人邀请的事情 自从那次车祸之后 布兰特就再也不开车 妈妈的话触及她内心敏感的伤疤 布兰特拿着随身听冲出家门 她取下脖子上的项链 紧紧攥在手里 当刀片割开手掌 她却丝毫决察不到疼痛 这半年里 布兰特一直用疼痛来麻痹内心的愧疚 可这几乎没有作用 她发泄似的爬上峭壁 刚到一半的时候 布兰特差点因为手划坠落 好在最后 她还是死死抓住石头顺利蹬顶 坐在悬崖边 布兰特释放着心中的压力 在家的妈妈有些担心儿子 可两人刚接通电话 就有人从背后将布兰特迷晕 妈妈听到一声乌液 随后电话这边就再也没有声音 晚上就是午会 其他人正在激动的准备 小胖为了给女神留个好印象 不仅特意打扮一番 还带了一束红玫瑰 但是女孩不太喜欢 随手递给了跟出来的妈妈 妈妈让女孩等会拍张合照 听到这话她有些不耐烦 家人的控制让女孩有些无法接受 可这一切都是事出有因 半年前 女孩的哥哥无故失踪 即使他们的父亲是镇上的警长 可依旧没有找到儿子的下落 这让父母更加紧张女儿的安全 女孩在这种环境里 变得无比叛逆 眼看已经到了参加舞会的时间 布兰特还没有回家 妈妈就去儿子常去的地方寻找 变血无果后 她心里生起不好的预感 此时拥有眼来接布兰特 这让妈妈更加不安 儿子从来不会悄无声息地消失 两人不停给布兰特打电话 但手机那边迟迟无法接通 就在这时 下午和布兰特一起离开的狗狗独自回来 小狗受了很严重的伤 不停乌液着倒在门口 这让妈妈意识到 儿子一定遭遇了不测 于是她连忙拨通警长的电话 警长妻子听到电话铃声 还以为是儿子有了消息 可听到是布兰特的妈妈 她又失望地躺回床上 这半年来 她每分每秒都在期待孩子的消息 但儿子就像人间蒸发一般 消失不见 现在已经是舞会的时间 但女友根本无心狂欢 她想带布兰特的狗狗去看病 可小狗还没到医院就已经死亡 这让女孩顿时慌了神 她不敢想男友会遭遇什么 而带走布兰特的卡车 正急车在小路上 半路他们遇到了一具动物尸体 司机特意倒车将其捡起 最后 车子停在偏远的小屋前 而这里正是劳拉的家 白天邀请布兰特的女孩从车上下来 附身检查男孩的生命体征 确认布兰特没有死亡 她开心地回到房间制作手帐 劳拉从学生手册上 剪下布兰特的照片 精心贴在自己的手绘本上 而父亲在布置好客厅后 带着送给女儿的礼物推开房门 劳拉毫不避讳地试起薰裙子 经过一番精心打扮 她来到客厅准备开始属于自己的派对 此时布兰特已经被换好衣服 只是她的行动十分有限 一看就是被迫参加这场聚会 她不停挣扎 试图解开手腕上的绳索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 劳拉拿出一根针管 往里面推满了药液 随后父亲抱住布兰特的脑袋 冰冷的蓝色药水被灌进喉咙 一下子布兰特就感觉自己声带发紧 她尝试张口大喊 结果却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劳拉顺势坐在她腿上 父亲替二人留下合照 晚饭时的气氛有些诡异 劳拉对餐桌旁的女人很防备 可从父亲的态度来看 这个身穿蓝色礼服的女人是她的妻子 这对妇女竟然把自己的亲人变成了傻子 而劳拉更是不喜欢妈妈 甚至把对方当成了情敌 她态度恶劣的往女人嘴底塞食食物 坐在旁边的布兰特有些看不下去 男孩忍不住皱了下眉头 结果被一旁的劳拉发现 劳拉将手里的鸡腿塞向布兰特 男孩却说什么都不愿意张嘴 见状父亲起身放了一把锤子在桌上 无言的恐吓让布兰特屈服 他勉强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但劳拉又让布兰特填自己的手指 男孩连忙说要去卫生间 劳拉才不管这些 执意要求布兰特乖乖听话 无奈男孩只能强认恶行照做 就在他以为自己能离开客厅时 劳拉将一口气喝光牛奶 示意布兰特直接就地解决 这让男孩无必紧张 可劳拉不管这些 还在一旁不断施压 好在还剩最后一满的时候 布兰特成功保住了自己的命根子 劳拉依旧蹲在他面前胡言乱语 但布兰特已经解开了手上的绳索 他趁机踹倒劳拉 一蹦一跳地逃出屋子 劳拉父亲紧随其后 他打开车灯查看泥巴缺口 那里并没有人影 此时布兰特正躲在车底下给自己松绑 劳拉父亲刚发动汽车 他就连滚带爬地出现 男人看到猎物后 表情瞬间变得无比欣喜 他猛踩油门戏弄着布兰特 男孩聪明地爬上大树 但可惜布兰特也被逼上绝路 他待在树上不能移动 俨然成为妇女俩的活靶子 树架的两人不停投掷石头 最后布兰特被劳拉砸住 狠狠地摔在地上 这次逃跑没有成功 也让劳拉父女更加谨慎 他们不仅加固了麻绳 甚至掏出两把锄刀 为了给布兰特一个教训 劳拉父亲用锄刀盯住他的双脚 劳拉听到男孩不停哀嚎 扭曲的心理顿时得到满足 但是布兰特也知道对方想听到什么 于是他咬紧牙关不再惨叫 这让劳拉不满 劳拉父亲的动作越来越狠 终于布兰特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劳拉终于心满意足 他分享起自己的画策 原来劳拉从小就不正常 只要被他看上了男孩 他就会不计一切代价搞到手 那个时候他父亲就会暗中协助 来满足女儿的任何愿望 原本布兰特有些看不下去 但是一张熟悉的照片引起他的注意 这个男孩就是半年前 突然出现在路上的人 当时为了躲开他 布兰特在开车撞向路边 而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警长失踪的儿子 但从现在来看 这个男孩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原来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劳拉 他不仅拆散了很多家庭 也无形中伤害了布兰特 但劳拉却不知收敛 依旧为所欲为的进行着绑架 不仅如此 他还要在每个战利品身上留下标记 劳拉用叉子在布兰特胸口画好爱心 里面还写上了自己名字的缩写 写黎明的伤口暴露在空气下 劳拉只会父亲往上面撒盐 如同灼烧一般的刺痛让布兰特浑身颤抖 他想大声尖叫 可生蛋已经受损 男孩愤恨地看着折磨自己的凶手 嘴里不停发出沙哑的惨叫 伤口上的疼痛让布兰特几乎崩溃 眼前的画面开始变得朦胧 劳拉父母的声音若已拖鞋 他感觉自己即将坚持不住 此时妈妈正在家中交集等待消息 女優也看到了布兰特准备的赫卡 上面是男孩特意写的情话 可是还没来得及送出 就被劳拉父女绑架 刚才警长带回了找到的随身厅 不好的预感在妈妈心中越来越重 他听着外面的漫漫长夜 期望儿子只是一时半会儿赌气出走 自从丈夫去世后 布兰特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撑 他不敢想象再次失去儿子后的生活 似乎是感应到妈妈的担忧 布兰特再次顽强的撑过疼痛 劳拉乐此不疲的进行着下一个活动 这是他每年都要举行的游戏 在这个只属于他的派对里 成为独一无二的舞会女王 今年父亲再次配合女儿 他煞有忌实的宣布结果 劳拉夸张的捂住嘴巴 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 他开心的吹响哨子 又逼迫布兰特配合自己的游戏 而游戏远没有结束 紧接着就是最关键的加冕环节 劳拉一脸享受的戴上指王冠 父亲在一旁替他拍照 此刻 劳拉真像一个万众瞩目的女王 在悠扬舒缓的音乐里 他开始了今晚的舞会 即使之前布兰特拒绝了他的邀请 但劳拉依旧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搂着伤痕累累的男孩左右摇摆 不同于布兰特脸上的痛苦 劳拉在音乐中一脸享受 父亲站在两人旁边撒着金粉 客厅上的银色灯球不停闪烁 一切看起来无比诡异 似乎是厌倦布兰特死气沉沉的表情 劳拉抛下男孩向父亲伸手 果然 他之所以仇视母亲 就是因为他有恋父情节 布兰特倒是没心思观看这场好戏 他不动声色的将手伸向口袋 那里放着他的刀片降练 如果能割断身上的绳索 没准还能逃出魔窟 但刀片不小心掉在凳子上 为了避免被发现 布兰特连忙坐下 声音惊动了不远处的妇女 回过神来的二人意识到 现在正是饭店 于是他们拿出刚才在路上捡到的尸体 残忍地将其砍掉脑袋 二人掀开地毯 下面瞬间露出一扇铁门 暗无天日的地下 传出一阵子咆哮声 那死吼声 让布兰特头皮发麻 他连忙加快手上的速度切割绳索 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只见劳拉父亲取来一个工具箱 他将里面的电钻递给女儿 今天劳拉打算亲自动手 他让父亲固定着布兰特 高速旋转的钻头缓缓逼近 男孩试图挣扎 可惜身后的人力气极大 剧痛从雷先处传来 空气中弥漫着胶臭的白雾 布兰特甚至能感受到 自己的头骨已经被人钻开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刚才捉紧的女人额头 有意味伤疤 看来 这对妇女已经不止一次做这种事情 在冰死之际 布兰特眼前闪现了一生中美好的事情 父母和女友的脸让他不想放弃 但劳拉却又不读这些回忆 他拿着一壶开水 准备顺着布兰特头上的小骨倒进去 男孩意识到他要做什么 不停试图挣扎 这让劳拉有些紧张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亲自上手 为了确保万无一事 他让父亲再把窟窿走大一点 男人对女儿有求必应 立刻就拿起电钻开始行动 摆脱身上的束缚后 布兰特拔出钉在脚上的锄刀 他气势汹汹地冲向劳拉父亲 劳拉刚才都被布兰特的角度吓懵 等他反应过来时 父亲已经化作人体喷泉 这让他异常愤怒 抱着布兰特就弄打起来 但男孩现在肾上腺素狂飙 三下五除二就将女孩砸晕 劳拉父亲被他推进那口地窖 借助坊间里的灯光 他终于看清地下观测的东西 他们都是曾经的受害者 由于被破坏了大脑 所有人只剩下动骨的本能 见到有尸体落下 饥饿已久的众人一哄而上 围着男人的尸体大快堕疑 布兰特趴在地窖边看的目瞪口呆 而劳拉已经清醒 他举着布兰特将其扔进地窖 看到父亲被残忍分尸 劳拉一时间万念俱灰 他抓起手边的东西扔向布兰特 又牢牢地关上了地窖出口 然后他来到妈妈的卧室 不由分说将女人按在枕头下面 妈妈甚至没来得及挣扎 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布兰特在一片漆黑中被众人包围 耗在手边还有手电和铁锤 僵烈的求生欲让他大杀私放 最终他打赢了所有人活了下来 借助微弱的光芒 他打亮着四周堆成小山一样的白骨 阴森的氛围让布兰特不寒而栗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在这里等死时 回到家里的女友想到了什么 记得男友曾说劳拉邀请他参加舞会 布兰特的失踪会不会和他有关 女友连忙将这个线索告诉警长 此时夜深人静来不及调用警力 警长独自驱车来到劳拉家 透过玻璃窗 他看到了地上新鲜的血迹 警长连忙掏出手枪进入房间 布兰特听到玻璃碎裂声 他连忙敲打地窖墙壁 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警长循着声音打开地窖门 却没有注意身后 女孩此时已经失去理智 她决定让布兰特血债血偿 听到劳拉要伤害自己的家人 布兰特顿时愤恨不已 此时太阳已经出来 妈妈和女友几乎一夜未睡 女孩等不下去决定前往劳拉家寻找 谁知正好在半路遇到劳拉 浑身是血的女孩手握除刀 二话不说就要杀死女友 两人立刻在车里扭打起来 而另一边的布兰特借助地窖里的尸体 竟然成功爬出了绝望的深渊 她开着警长的车一路狂奔 差点撞上迎面跑来的女友 好在她打了一把方向盘敏捷躲过 但追在后面的劳拉就没那么好运 正当二人其后余生的暴徒痛哭时 劳拉竟然弃而不舍地向着他们爬来 看着已经鲜血淋漓的女孩 布兰特露出凶狠的神情 她果断踩下油门 飞速撞向地折磨自己的恶魔 本片作为上映于2009年的澳大利亚恐怖片 剧情发展十分简单 当我们看惯了男杀人魔虐杀受害者时 偶尔看一部变态女孩也挺带感 导演并没有多费笔墨去塑造劳拉的人物背景 小心看下来也感觉不用深究这个事情 反而这种天生风色的设定更加有趣 在小青的理解里 这就是典型的拼交 虽然在影视剧里很有个人特色 但是真要在现实中遇到这种极端的人 那还是跑得越快越好 哈拉安故事讲完茶楼打烊 相信大家有一度的话想要吐槽 欢迎一部评论区和小青闲聊 走前不要忘记留下点赞 走为查见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